大家好我是富威 你现在收听的是来电二十 欢迎来到来电二十 我是小光 我是爱丽 没错呢 连续五连发 每天一发 爱丽聊一聊 爱你就跟你聊一聊 是的 我们不能拖时间 因为短短的五分钟之内 要分析大家的爱情 没错 因为爱丽 在Facebook 她的粉丝页上说 她不回答 不回答 任何网友的问题 但是来电二十 听众有独家 是 如果有人喜欢暧昧的话 该怎么办 喜欢暧昧我觉得很好 你就 真的啊 但是你要画出分寸 就是不要欲举 但是我们听懂觉得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啊 那首歌你会唱吗 哈哈哈哈 我的歌好不是太好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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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挑战大家耳朵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是 暧昧先拉一个分寸出来 就是你不要有太跃举的行为 然后以你可以忍受的程度 然后去跟她暧昧 趁这个暧昧的时候 观察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 怎么样才是知道适合 会发生很多状况 可能聊一下 比方说你们看电影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聊聊 她手就一直跑过来怎么办 然后就打她啊 哎呦你不要这样嘛 我们还在暧昧 没有啦 不是讲这么清楚啊 就是可能 你可以有一些比较技巧性的方式 回避掉这个部分 因为我觉得 暧昧期有肉体上的介入 就你没有办法看清楚说 你们是不是可以真的适合 为了要避免日后造成的伤害 暧昧期先不要发生任何肉体上的关系 所以艾莉呢 告诉大家说 暧昧期可以拉长 对 那多长差不多 好啦我迁就你们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好感觉好短哦 是我太老派吗 我觉得要三个月至少 我觉得要半年 哇塞 你更老派 我们是很老派啊 我自己是大概都拉到半年左右 就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然后因为你真的很难知道说 在这时间之内会发生什么状况 然后可以让你去测试 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 不管是兴趣上 然后两个人可不可以聊得来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刚是兴趣上吗 对 兴趣上 我想什么兴趣上 我想说现在小孩玩的也太开了吗 还有可不可以聊得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如果这段感情真的可以走下去的话 你要想想看漫漫长夜 慢慢的这一辈子 对不对 你们要继续走下去 如果是聊不来的两个人 怎么走得完这一辈子 那如果说他碰到的对象 像我们听众问的话 他是很喜欢搞暧昧 时间已经拉到了两个月三个月 还是只有暧昧而已 会不会他还是在观察你们适不适合 有这个可能 那可以直接问吗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非常的确定说 我就是要他 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很适合 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发展一段很好的交往的关系的话 那你就问吧 如果说答案是我们是好朋友 那就撤啊 撤得掉吗 我觉得有一个 时间拉这么长撤得掉吗 这就是暧昧最麻烦的地方 暧昧还有一个问题是 可能对方他不会知道说 你在他心中的重量到底是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对 你很pro耶 难怪书卖这么好 爱不爱都有兵 是是是 爱不爱都有兵 大大数据都有在卖 网路上也可以递得到 好回来 对就是他可能会太习惯你存在了 所以他会忘记你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三个月 爱丽你说三个月 我已经忍到三个月 我已经受不了了 好那你撤 你要撤得非常的干净 要这么狠哦 这时候 你撤干净 如果人家没追来 那就真没了 对 我觉得你都是作绝 就一翻两顿眼 你在赌博吗 我告诉你你就是要赌 如果你撤了之后 然后叫他去买我的书 里面有一篇叫做 关于他的那些二三小事 其实那个文章 那个故事真人真事 他讲的就是 有一个男生 女生跟他告白了 然后呢 他就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只是朋友 我就问他说 好你真的只是朋友吗 其实大家都觉得 他们应该要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男生 他就突然就说 对啊 你看他这个人 他就开始说这个女生 什么什么什么 讲了五件这个女生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说的他 你对他的这些观察 都是我们这些朋友 不会去注意到 一些很无聊的琐碎的小事 那你告诉我 如果不是因为你很喜欢他 你关心他 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然后那个男的 后来才恍然大悟说 其实我已经喜欢他了 哇塞 你还促进一段良缘 是不是 真的耶 你是没人 所以我告诉你 撤也是一个大绝招 就是大绝招使出来 要不就是大豪 对 要不就大豪 没有啦 就没有人也很好嘛 对不对 对啊 真的是耶 至少我觉得没有人 比一直暧昧来的好 好的 今天爱丽诊聊是001 爱丽聊一聊 爱你就跟你聊一聊 请到爱丽 爱不爱都有病吗 是不是 是 买不买 买 买几本 好看大家 最好是十本 最好是十本 如果他有帮到你的话 就给他买十本 好我们明年见